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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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生育率逐年往下 高雄市的生育率更低于台湾千分之1.175的平均值 几乎一对夫妻只剩一个孩子 为了抢袖少子化所带来负面的冲击 高雄市政府决定从现有的第一胎6000 第二胎6000 第三胎46000的生育津贴 改成幸福123新措施 107年开始我们就是第一胎 1万块 然后第二胎2万块 那第三胎部分呢 为了保障我们现在孕妇的权利 所以明年第三胎还是106000 到108年后年 我们的第三胎才会改为3万块 如果民众不领津贴 也可选择换取价值2万 4万或6万的坐月子倒载服务 市府预估这项措施将增加 1亿5000万的预算 对于津贴的调整族人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没差也有人觉得不无小补 物质上公众上其实在原住民是非常辛苦 所以对你说有没有事实上帮助 我觉得是没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现在的奶粉啊尿布啊 现在那个物质都有提高 所以我觉得相对的那预应津贴也要提高 我觉得这样比较成正比 增加比较多政府所投入的公共托育中心 或者是非盈利幼儿园或是公托这样的设施 让民众有所选择 那这些的措施都是希望减轻家庭的照顾压力 除了津贴补助 市府也同时推动完善托育服务政策 设置育儿资源中心 非盈利托育机构等提供友善的育儿环境 也期待提高高雄市民生育儿女的意愿 记者巴浪高雄三菱 正午报道